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 耶稣祂必再来 系列第一集 物要警醒 预备主来 弟兄姊妹们 或许有件事情你觉得你会思想 圣事觉得不是很清楚 到底主耶稣 祂什么时候会来到这世上的 其实耶稣祂已经很清楚地 明白地告诉我们 祂必快来 祂必快来 圣经上面已经提到了 关于耶稣基督 祂降临的世界上这两个时间点 耶稣第一次的降临是在2000年以前 而耶稣第二次的降临 则在不久的将来 所以我们今天先从 马太福音二诗章的经文当中来看 如何进行等候 并且要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主耶稣基督 祂随时地再来 在马太福音二诗章三十六节这边开始说到的 耶稣讲了祂将来 要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 耶稣祂说 那个日子 那个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罗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样吃喝嫁娶 直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就来了 把他们全部冲去了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候 有两个人在田里面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 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 几根天有贼来了 必要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主耶稣基督已经清楚明白 告诉我们了 因为 耶稣他要为他的信徒 为了我们 再来这世上 当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 根据圣经的预言 世界上所有的 所有的人都要面临 或是经历一个分开的动作 如同刚刚所读到的经文当中 那时候 两个人在田里面 或是在推谋当中 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因此 基督他是突然间来到这世上的 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来 耶稣形容他降临的时候 就像贼在夜间来到一样 在我们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之下 他就突然再次的降临这世上 在《玛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第一节 这边也说到 我们其实很清楚 在二十五章这边 耶稣所讲的十个童女 拿着灯 预备有的比喻 相信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了 在这个比喻当中 所说的背景 是有关于犹太人结婚的风俗习惯 是这样的 婚礼进行了一个星期 村里面的家家户户都会来到新郎家 一同来庆贺 来欢庆 那新郎家中要办一个流水旗 来庆祝婚宴 让宾客能够接大欢喜 但是新郎一直要宴客到晚上 或是三更半夜 才能够回去迎娶新娘 然后再把新娘接回她家中 所以在那时候 新郎就会请几位同理 来到他们家中 做预备迎接新郎回家的 事前准备的工作 但是因为这边所说到的 新郎回来晚了 这几位同理他们都大顿睡着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就是说 有五位聪明的同理 他有预备游 但是另外五位愚笨的 却没有预备游 亲爱弟兄姊妹们 其实新郎在这边并没有 责怪这十位同理 打瞌睡的行为 而是对有五位同理 没有预备游的态度 他非常的生气 关起门来 不让那五位愚笨的同理 进门来 甚至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各位弟兄姊妹们 基督 基督已经要快再来了 作为神儿女的我们 一定要预备好 我们的心 就是预备游 不然 当我们的灯台 因为没有游的时候 我们心中没有等候神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继续的为主来发光 在我们没有警醒等候的时候 那时可能主就显现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生命光景 是不是要在等候主来之前呢 我们要警醒等候 不要去放纵我们自己 不要矿子费时的 追求世界上的享乐 我们知道世界即将要结束 我们不能和世界垂波逐流 而一同在黑暗当中灭亡 当耶稣突然再来的时候 就如同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三十节说的 要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所以朋友们 我们仆人交账的日子尽了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这边说到的 耶稣所说的 谁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的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要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忠心是什么呢 忠心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话 他的话不要打折扣 主耶稣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这样有见识的 可以顾虑到别人的需要 他人需要什么时候 我们就供应他们什么 然而我们的毛病呢 常常是有忠心而没有见识 或是有见识没有忠心 或者甚至呢 没有忠心又没有见识 这些情况都是叫我们不能 在神面前好好地敬忠指手 所以主耶稣基督 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 有忠心又有良善 有见识的仆人 仆人的忠心以否 在看他对于主耶稣再来 他的态度是否能够警醒 但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都能够除了等候主再来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 警醒等候他 我们要作为一个 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 在工作 甚至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都能够成为一个 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能够妥善地来处理各样的事物 来容神一人 来成为许许多段的帮助跟见证 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来影响别人的生命 那么 当耶稣基督那日降临的时候 主耶稣看见我们这样行 我们就有福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主耶稣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主 谢谢主 祢告诉我们 主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祢就来了 但主 耶稣基督 祢要我们警醒等候 祢要我们预备心 让我们预备油 又要预备我们的灯 要发亮发光 在这个末后世代当中 我们知道 许许多的情况 的确会困扰我们 甚至捆绑我们的心思意念 但是我们全然要叫在主 我们的手里面 因为主 祢就是我们的亮光 祢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求主继续引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随时 在主来之前 请行等候 祷告 寻求主的龙面 好叫我们成为一个 忠心良善 又见识的仆人 我们这样如实感谢 祷告祈求 来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